再来看到驻美代表萧美琴上个月24号是正式走马上任 周一萧美琴在双向元与华文媒体查询 她表示在美国的首要目标将聚焦在台美经贸进一步合作 同时维续台湾的整体国家安全 我们聚焦在台美之间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还有怎么去维续我们整体的区域安全 台湾的国家安全上面 那我特别提到经济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对全球的经济有非常庞大的影响 那台湾是一个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内需市场毕竟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的经济处境跟外在的环境牵动是非常的剧烈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强化 跟我们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 尤其是美国现在各界都在讨论产业链的重整 在整个供应链全球布局重整的过程当中 台湾作为一个美国可信赖的伙伴 以及一个有效能的一个生产基地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跟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当然这个供应